梅根王妃不掩饰野心 带着叶尔异女重返王室跟威尔士三宝竞争 自从查尔斯国王宣布患癌的消息曝光后 引发了大众的担忧 王室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个特殊时期 哈里和梅根也活跃了起来 萌生了要重返王室的想法 哈里接受了早安美国电视采访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希望重回王室 主动给查尔斯抛出橄榄枝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以往每次哈里要回王室 梅根总是百般阻挠 持反对意见 但是这次却大力支持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两位核心王室成员病倒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终于盼来了闪耀的事 王室专家于果维克斯 倒送每日邮报 即使哈里表达了诚意 但是温莎家族都持反对意见 梅根和哈里显然别有用心 回来不光无法承担王室职责 甚至还有可能帮到忙 在自传备用中 哈里不一余力爆料 根本不在乎亲人们的感受 如今在梅根的窜夺下返回王室 也只是权宜之计 并非真心要帮助查尔斯国王 当然站在私人的角度上 查尔斯很欢迎哈里回来 并且一直对小儿子一家敞开大门 但是涉及到王室利益的时候 查尔斯就变得谨慎小心起来 绝对不会相信梅根夫妇的一面之词 四年前 哈里和梅根卸任王室头衔 已经彻底沦为平民 查尔斯国王继位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国务顾问 并没有摄政的权力 甚至都不能插手公务 王室内部人士透露 查尔斯很希望见到哈里一家人 也很享受团圆时刻 但是处理国际大事的时候 查尔斯肯定公司分明 不会给哈里任何特权 梅根王妃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看似关心两位王室成员的病情 实则是回来牟利 带着艾逸妮回到王室 可以跟威尔士三宝公平竞争 只要查尔斯偏心一点 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爆料素材 上次在克拉伦斯宫的会面不欢而散 但是查尔斯还是很思念哈里 希望他们再次归来 正是这种爱自心切的态度 让哈里变得有恃无恐 梅根也有机会搜集更多的资料 哈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自己很爱家人 希望为查尔斯排游解难 由其得知老父亲患来后 哈里希望重返王室 帮助威廉王子处理拥有 甚至还想恢复王室头衔 虽然说这只是查尔斯一句话的事情 想要实现并不难 但是会让英国王室形象受损 因此即使查尔斯想这么做 也会遭到巨大的阻力 否则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目前哈里已经完全换了说辞 希望可以跟家人共度难关 增加凝聚力 话虽然说得好听 但是实现起来却很难 尤其有梅根在身边 这次的回归之旅 肯定会闹出无数妖娃子 查尔斯张开双臂 等待哈里一家归来 威廉的态度却很冷淡 直接拒绝跟哈里见面 看来威廉王子早已看透了地 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想流火烧身 看似是巨人千里之外 实则是对凯特王妃最好的保护